你拼命着借口 假装收入在我 才下午四点多问我 晚餐吃了没有 我一肚子的火 女生才有资格害羞 这首充满了元气的歌曲 就是来自我们今天漂亮的女主角 她是一位完美的女生 到底有多完美呢 我要让她自己来跟大家聊一聊好了 其实完美女生不是那个超 就是那种百分百超级完美的那个女生 完是顽皮的完 然后因为公司的人有时候都会觉得 我很古灵精怪 就是我很喜欢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例如说我曾经问我的录音师问她说 如果有一天你跟你女朋友出去 反正就是你跟你女朋友很好很好 有一天她突然得了一个病 她就是不管到哪 她一定要戴着安全帽 就是任何时间看电影干嘛 她一定要戴安全帽 你还愿意跟她出去吗 对你把她安全帽拿掉 她就会窒息 那你会怎么办 就是我会问一些很无厘头的问题 所以他们都觉得我很顽皮 很古灵精怪 然后加上有时候我的个性又比较顽固一点点 在对于一些事情上 可能就会比较固执啊等等 所以他们就觉得 应该要叫做完美女生 就是完皮的完 然后美女的美 就完美女生 找一种没有人会说的话来说 找一种没有人会说的话来说 我觉得你从外形看起来就是一个古灵精怪 脑袋里装了一堆一堆莫名其妙的想法的 对不对应该有很多 可能同年纪的可能还会觉得OK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工作人员啊 然后年纪比你大一点会觉得说 天啊夏宇童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到底在想什么 有没有 有啊 就是我的 像我在那个 因为录音的时候 都会跟制作人啊 然后跟录音师都很好 然后当然包括我的经纪人 然后他们都常常会觉得 就是我很辣叉 然后再加上有点雌雄同体 但我录音师曾经说我雌雄同体耶 为什么 但是我听得有点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你会很难过吧 对因为他说为什么我看起来是一个 明明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可是我的个性可以这么像很顽皮的小男孩 就是我看到他们我都会说 Hey yo man 然后我就会要急掌啊之类的这样子 就是因为跟他打闹一下 对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我很难搞 很顽皮 马上就发发你一句新的话来说 喜欢我